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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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反映成保加利亚语乐 还有一些现代的 比如说莫言、刘慈欣和其他重要的作者的小说 都反映成保加利亚语乐 也广受保加利亚观众的欢迎 保加利亚人对中国的文学 以及东方的文学比较感兴趣 除了这种传统文化 古典的文学、古代的哲学 神秘的中国汉字以外 在今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这种经济、贸易、外交结合在一起